Layon聊四季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半戰庭人 這場比賽是經濟場大師賽 好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的選手 是天空熊 我們的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所有資源攜帶量 都會加3的效果 所以他的經濟量來說呢 是南美洲文明裡面 是經濟最好的文明 那阿茲特克人的老鷹呢 也是特別厲害的 他有後期的龍貫戰爭 傷害可以到9加8的傷害 我都把他俗稱為8加9老鷹 傷害非常的高 阿茲的僧侶呢 也是特厲害的那種 血量特別多 每點一個僧侶科技呢 都可以增加5點的僧侶血量 那阿茲特克人後期還有這個直矛器可以使用 可以讓自己的戰矛兵變成帝王戰矛的傷害 射程跟攻擊力 跟帝王戰矛沒什麼兩樣 那後期的阿茲特克人 主要還是打這個工程器 重頭啊 還有這個僧侶 老鷹為主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對手 那對手是選擇了敗戰庭人 那敗戰庭人呢 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 垃圾兵單位 造價非常的便宜 洛駝跟戰矛兵 還有擊兵 都是25%的減免 所以跟他打後期的垃圾兵交換 其實是不太明智的選擇 那敗戰庭在競技場來說 他其實沒有到這麼強 因為他的垃圾兵是主打的 但是也沒有到特別強勢 主要比較常見的 還是在看到他 在打這個強弩 還有駱駝為主的 但是他在競技場有個優勢呢 是他在對保的時候 還有這個TC在抵抗對手的 投車車的情況下 會比較有多血量 可以去做應對 所以敗戰庭人 在競技場來說 也不到完全沒有優勢 敗戰庭人後期 競技場的升級來說 也蠻特別的 因為他 他帝王時代 比較便宜的關係 很容易在帝王時代 一上去之後 巨型頭時機開菜的情況下 他可以比對手 更早出巨型頭時機 出來反制對手的 所以我覺得 以文明上來說 阿茲對上敗戰庭 敗戰庭來說是有優勢的 因為他的有火炮的關係 還有自己的寶兵 敗戰庭聖騎兵 打步兵的傷害非常高 剛好阿茲又是步兵國 所以可想而知 這一場的對局 對阿茲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天皇熊要打贏對方的話 可能要在早期進攻對手 或是在後期的時候用森旅 招搶到大量的 霸戰庭聖騎兵 甚至火炮單位 才有可能逆轉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霸戰庭人在競技場的勝率來說 也不會太差也不會太高 算是蠻平均的 那我自己玩起來的感覺 他的駱駝真的很強大 有點太便宜了 所以用起來會覺得 喔 特別輸壓 數量一直都很多 那阿茲特克則是在競技場來說的表現 算是中規中矩 最主要是因為 他在搶聖物的時候 優勢並沒有到非常大 如果是遇到一般的馬國的話 出青騎兵的情況下 阿茲特克 這種南美中文明 老鷹會有點顯得被動 因為主要是因為 他的跑速不夠快 血量又比青騎兵還要來得少 而且老鷹的話 還需要大量黃金去生產 所以你玩阿茲特克的人 在打競技場的時候 黃金要多配一點 不然你上城堡時代的時候 森旅會很難按 還有這個老鷹的數量也很難堆疊起來 那基本上 因為你沒有跑速優勢的關係 你也很難去追逐對方青騎兵的 基本上 如果正面開打起來的話 老鷹可能很容易被對方青騎兵給追著打 所以目前我是沒有很看好 阿茲這邊 在封建時 在城堡時代搶聖物的一個優勢 好 那現在看到阿茲 後面已經補下了士忌 跟 兵工場 準備來升到了城堡時代 兩邊剩城堡時代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只差了幾秒鐘 那待會天空熊這邊可以考慮補一個修道院 然後還有再補一個軍銀 來削量產自己的老鷹 甚至按下更多的槍兵 都是一個選擇 阿茲這邊補下了 一級伐木一級農 經濟分配式為6金 那待會出來的聲明喔 最好是要補到8到10金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待會還要產大量的老鷹 還有修道院的生率喔 黃金數量可能會不太夠 那8單鐵人這邊準備也要來升到城堡時代 拉了一村到了前方這邊想要按修道院 清奇兵一直有在出 OK補了一個修道院 好 移上城堡時代的天空熊補下了二級龍 還有護衛技術 跑速先點下了 不然是完全追不到對手清奇兵的 看這邊老鷹很尷尬 數量上4打4會打出對方清奇兵的 好 生率開始在按了 好 這邊是單修道院在按生率 好 這邊清奇兵想要怪藍解嗎 好 被擋了一下 後面沒有再繼續補金 六人 那這樣老鷹會斷斷續續的出 好 沒有關係 只要能擋得住對方的數量就可以了 生率再繼續按 好 補下了神聖思想 稍微提升一下生率的血量 那對手八蛋鐵人這邊 出來直接應招 結果自己的老鷹被清奇兵給尻死了 好 目前看到這邊生率給的壓力很大喔 會遭到喔 哇 遭到一隻鷹刺猴 這邊有決定硬上 戳掉這隻老頭 正正面開打 清奇兵直接打爆了天空球的大量老鷹 損失慘重啊 這裡稍微再補一下血量 對方由於是雙修道院的關係喔 所以生率的數量會非常多 好 這裡有三隻清奇兵直接上了硬 尻尻 三隻換掉了兩隻生率 還有一隻跑掉 其實沒有到很虧喔 好 天空熊這邊生率交換戰喔 看起來是有點打輸了 目前是對方三個聖物 對上天空熊兩聖物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南美洲老鷹果打競技場的一個缺點 就是很容易喔 會被追著打 你看這個清奇兵一直追著打 很煩啊 除非阿茲這邊是生成英勇士喔 才會有可能打得引清奇兵 但這個前期投資有點龐大 因為你要那些資源喔 去產3TC的村民運轉 會讓自己的經濟會不夠好 所以通常英勇士的升級 會稍微慢一點補下的 當然你要早點補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要捨棄一些東西 去做取捨 好 阿茲這邊補下工程機製造索 暗得士工程塔 天空熊這一波 看來要來秀操作了 好 補下了老鷹的升級 看來要來進攻了 直接上了工程塔 收了十隻老鷹進去 生鷹在後方 剪下了最俗思想 可以招搶對方的生鷹 老鷹第一時間衝進去 想要收掉老頭 但是這邊可能會招到三隻 哎呀 三隻老鷹被招走 那三隻老頭應該也是直接倒地 好 第一波衝鋒 直接損失三隻老鷹 讓天空熊有點傷 如果這三隻老鷹沒有被招走的話 可能可以再做到更多事情 哇 結果現在老鷹的血量也不夠多 現在這三隻老鷹追過去 就可以解掉這一坨老鷹了 天空熊這一波進來之後 還把了一些生鷹放在後方 好 開始蓋下工程機制造所 讓對方也按下了騎士 好 這裡要趕快繼續補 軍營 稍微圍一下 好 結果後方的生鷹 都被青騎兵砍到剩下殘血 哇 本來這邊 騎士喔 可以招走的 哇 結果直接出來 要來硬砍這邊的生鷹 應該一刀收下 哎呀 好 再把這個洞補起來 好 這個騎士也沒有空了 直接送掉 好 再補下更多的老鷹 送到裡面去 那班旦亭人要擋這個老鷹喔 城堡實在是有點困難喔 你不要蓋下地 動城堡 轉出自己的班旦亭聖騎兵之後呢 才有可能擋得下來 不然這個時間點用生鷹擋 其實很難擋得住 不然就是要靠大量的承認中心喔 一直用伐箭矢去射 好 像這樣子 一直射一滴 慢慢消血 好 這邊有一台沖車 要把這個聖物給頂出來了 這裡石頭有在挖嗎 有 12個人挖石頭 但這石頭挖著斷斷續續的喔 不然在這個最前方的關係 好 班旦亭人這邊的資源量 已經可以點上帝王時代了 TCDelay有點多 直接一點上 速點帝王 後方老鷹抓掉兩隻村民 右方這邊蓋下城堡 有點危險喔 這裡要不要圍一下 左邊這裡要圍 哇 沒有圍 老鷹直接貼了上來 三台沖車也是防頂 敗戰艇 後方有少量的村民過來想要支援 還好這個敗戰艇的人 城堡血量很多 6240滴血 普通的城堡只有480滴血 4800滴 講錯 那看後面要不要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出點頭車 或是待會上帝王閃火炮都很好用 這邊決定只用村民直接解掉一台沖車 後面一台沖車也要快遇解掉了 三台沖車看來撞不掉這棟城堡 好 天空熊這裡沒有再投資更多的沖車 去想要硬解 看來是有點難解 天空熊這邊買賣一波 點下了帝王時代 88春點帝王其實蠻早的 但是對方更早 78春 那天空熊這邊這一波總共殺了13隻村民 村民差距確實有打出來 但感覺投資的金額有點過多 算是有點小鬧到啦 但沒有到重傷喔 好 那這邊霸真天人補下了二級木 二級農 二級木沒有點 這樣會不會變成伏筆呢 好 天空熊這邊有點二級木 一級絕境也補下了 好 繼續用生女去著想 倒地 沒有辦法 好 八艦天人這邊也補下了最熟思想 最熟思想補下之後就可以著想敵方的生女 好 這邊找一找想要來招工程機製造所 還有裡面的這個軍營 好 直接招兩個建築物 但是裡面的英勇士快要出來 好 英勇士在裡面 要放出來打嗎 好像要被招走囉 哇 下面這個工程機製造所被招到了 裡面的老爺出來 還收掉一隻生女 但是最後均勻還是被招走了 OK 那對方的救贖思想點的也是很快 好 那阿茲這邊轉出了奴兵喔 那為什麼阿茲這邊要轉奴兵呢 最主要是因為 天空熊喔 他也知道 現在打步兵的話 很容易喔 被他的這個拜登庭射擊兵給壓制住 那如果轉強奴的話 雖然能打 但是要遇到對方的戰狼兵會很危險 對方的戰狼兵又很便宜 而且阿茲的拇指環喔 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強奴也沒到那麼強 但是轉強奴的好處喔 是可以壓制住 對方的拜登庭聖騎兵 所以這就是天空熊現在的 終極二選一喔 那拜登庭人這邊呢 則是不吉不許的 慢慢補下了射箭場 看對方轉聳兵應該是有看到了 這邊清奇兵去看一下 很多射箭場 那這邊預判的話 對方是打強奴 即使打戰狼兵 自己有這個折扣加成喔 跟對方去應換也不會到太虧 那拜登庭人這邊補下了引發技術 以及射跟戰狼兵的升級 這密技術也補下 天空熊這裡補下了強奴手推車 還有挖石技術 上方補了一棟城堡 天空熊這邊 補下一棟城堡之後 開始產下來巨型抽時機 要來慢慢攻城了 稍微加速一下 那現在空圖來說是天空熊有優勢 上下兩邊礦區都有空到 對手的礦還沒有開始空 打的還是比較偏保守一點點 好 這邊直接用強奴開射 這裏要來應招嗎 哎喲 戰毛兵 開丟 天空熊這邊點下三級射 還有救贖思想 那救贖思想 思想補下之後呢 待會就可以招搶對方的火炮 現在天空熊真的會比較擔心火炮的問題 火炮一出來他會很難受 只能靠自己的僧侶去招搶 所以這邊補下了印刷技術 增加僧侶的招搶射程 好 八戰艇人這邊也補下了化學 可能要早會出火炮了 那我覺得八戰艇人這邊的 金礦有點危險 離得有點太近了 都在正中間的位置 好 下方天空熊再補了一棟城堡 好 兩邊經濟都沒有很好 但天空熊 有補下手推車喔 應該說天空熊經濟比較好 但是八戰艇這邊經濟很差 手推車沒補 二級木也沒有補 看了是忘記了 好 等一下神權政治 有神權政治之後 待會大群的僧侶就不用一個一個休息了 這邊差點砸到 插邊球 好 這邊開始展出了八戰艇聖騎兵 強弩往前想要來偷一些村民 但是這個村民 這個強弩還沒有點化學 傷害還沒有到非常高 好 天空熊這裡補下了 英勇士的升級 金瑞英勇士已經點上去了 三級板甲技術也補了 OK 待會就會看到垃圾大軍 配上 敗戰艇聖騎兵的搭配了 好 但這邊有一波很危險喔 這一波要是天空熊能衝進去的話 可能會擋不太住 因為他現在敗戰艇聖騎兵數量還不夠多 好 看到大量老鷹衝過來 敗戰艇聖騎兵一直在按 聖騎兵再不趕快按多一點 真的要出事了 這裡補下了一攻 戰毛兵 哇 衝進來了 老鷹衝進來 拔戰艇聖騎兵開始上前應戰 但是戰毛兵還在努力輸出後方強弩 後方強弩損失慘重 天空熊第一時間也是用強弩去射擊對方拔戰艇聖騎兵 但是自己強弩已經快要倒光的關係 拔戰艇聖騎兵這邊砍老鷹只要四刀 四刀一隻 太猛了 OK 拔戰艇聖騎兵補下了二防 這個傷害真的太強大了 好 天空熊這裡補下了一些生魚道的前線 一定要用生魚鷹去控制一下對方聖騎兵的數量 不然真的打不進去 好 天空熊這裡 繼續按出更多的強弩跟老鷹 目前天空熊的想法 要把這棟城堡給拿下 控住正面金他就贏了 確實來說是這樣子沒錯 哇 這個巨頭找到兩隻強弩 好 老鷹在私上前 但是被班人艇聖騎兵給擋個下來 後方勝率也在著想 但勝率數量不夠多 效果並沒有很卓越 這輪巨型投資機收掉天空熊的一台巨頭 第二台有機會嗎 有點打歪 哇 這發要中了 插邊插邊 好 這邊再上次硬尻 但是老鷹又再次被擋了下來 後方的軍營投資機也被打了下來 兩邊投資機都是互換狀況 但是班人艇聖騎兵這邊又拿村民來修理的關係 被修了回來 城市守後面再補下更多的軍營 這一波班人艇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好幾次老鷹都直接被扛下來 完全打不進去 這裡還沒有伸到精銳 如果伸到精銳的話 就更誇張了 待會 打這個老鷹會更痛 而且還有後勤科技 會更猛 這邊用巨型投資機再拆 拆木區 是覺得這塊木很擋嗎 那班人艇這邊手下這塊礦區 蠻關鍵的 如果拿不下來的話 基本上也要居了 因為他的重要的黃金都在前方 這裡補下首推車跟三級馬鎧 經濟稍微顧一下 但是二級木還是沒有補 鐵紅熊這邊現在很煩惱 對面戰毛兵的話不能出投石車來解 只能靠老鷹 那老鷹遇到敗戰型聖騎兵又不能打 只能靠強奴跟僧侶 所以現在是一個控兵大戰 阿茲這邊要轉出更多的僧侶 會比較好應戰一點 這邊戰毛兵上前 但是被 戰毛兵 被 強奴被壓著打 後面的聖騎兵再繼續追逐 稍微拉扯 這裡一半在聽聖騎兵點下了精銳的升級 五隻僧侶 繼續往前招降 好這邊招到了阿茲的僧侶 這邊僧侶是要來反制阿茲的僧侶 這邊招得不錯 幫我們找一下強奴 引招 老鷹到了後方 想要來解僧侶 但是解不太到 好 聖騎兵擋的速度非常快速 這邊精銳一升級好 攻擊直接加三攻 十二攻加一 比剛剛九攻好多了 但天文雄這裡還沒有點一下龍貫戰爭 所以現在阿茲的老鷹傷害還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現在不能點龍貫戰爭 黃金術不夠多的關係 右方有偷偷出一台衝車 偷偷開敵 這棟城堡能拿下來嗎 哇 血量加成的關係 這棟城堡本來應該要掉的 結果被硬生生修了回來 好 後方的霸彈琴升起兵 再繼續往前 直接突爆了正面的大量強奴 大量的勝率也是瘋狂倒地 這邊要硬拆巨頭 可以拆掉了 天文雄這裡補下重裝長槍兵 這裡真的不轉重槍的話 真的打不贏 雖然重裝長槍兵可能扛不太住 我記得金銳兩刀 就可以收掉重槍了 所以阿茲這邊即時轉出重裝長槍兵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好打 要轉重槍之後 可能要先把一些黃金存下來 趕快去點金罐 龍罐戰爭 把槍兵的傷害力點上去 天文雄在上方控這塊金 能挖掉這塊金的話會很補 但這塊金其實也快挖完了 撕下兩百金礦而已 由於霸彈琴人這邊點下了二弓 還沒有點下後琴 在聊點後琴嗎 我覺得還是要點下 點後琴的話 後琴這個科技 點完之後 八人琴射騎兵應該就變成無敵狀態了 基本上全部都能打 萬能行兵種 但升級真的太貴了 我記得要全部升完 好像要三千多塊黃金的樣子 所有的科技 非常不便宜 好 這邊戰毛兵直接上去陰典 但是城堡裡面有非常多的強奴 增加了城堡的傷害 這邊死了一大牌的戰毛兵 這邊是故意上去陰典 想要減少人口 轉出更多的八蛋型聖騎兵嗎 但是城堡沒有事都可以修理了 好 三巨頭 拿城堡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拿下 天猛熊這邊轉出了化學 終於發現也沒有點化學了 好 上方沒有城堡 大軍就要開始往前頂 大軍 好 聖騎直接過來應招嗎 好 結果半日庭聖騎兵在很後面 戰毛兵第一上千 收掉了一隻聖騎 別只差一點 這裡有非常多的老鷹 能扛得住嗎 這裡被招揍了兩隻半日庭聖騎兵 火砲打得很小心喔 這邊也怕被招走 是往後拉了一下 好 發展技能這裡補下了三級的工兵練甲 下方補了更多的重裝長槍兵 卻來防守一下 好 正面應招 又找到了一隻 好 招到了 這時候八蛋庭 轉出了大落馬 準備要來騷擾天猛熊這邊農田 天猛熊這邊 本來就很難打半蛋庭人 所以現在是要怎麼思考打得贏 打垃圾兵大戰的話 感覺是沒有未來的 畢竟人家的垃圾兵更便宜 而且他的半日庭聖騎兵 打垃圾兵也是相當厲害 而且大落馬再往裡面衝的話 天猛熊可能會有點受不太了 是隙 − 黃 DAVID 市場上滾看 這邊阿姦轉出了戰毛兵 這裡要開戰了嗎 幹你現在才點下耕種技術 現在才點下跑速 哇 點後勤啊 霸佔庭 後勤技術補下之後 毀天滅地的傷害又要來了嗎 這裡拉了一坨戰毛過來解 中槍 中裝長槍兵應該擋不太住戰毛兵的傷害 這邊要來開打了 天火熊第一時間用生鋁去招搶了 大神聖騎兵但是被往回拉的關需 生鋁這邊抖動 還是被收掉了兩隻 這是最終決戰了喔 好 金銀頭石金也在輸出 想要去打生鋁 後方拉了幾隻生鋁想來應招 正面的老鷹直接被融化掉 一秒鐘損失了十幾隻的老鷹 哇靠 這個傷害真的太狂了 OK 正面被瓦解之後 後面的老頭想要應招 有機會招得到 哇 結果直接被反招了回去 天空從這邊結結敗退 後方有更多的槍兵過來 但是現在還是沒有補下龍冠戰爭 因為他沒有城堡了 城堡都被拆光 所以天空熊想要補一些金罐銀罐 也補不上去 好 半生天人的火炮也出來了 好難受啊 好 這邊補下了更多的射箭長 不然你這時候補下了二級木三級農 終於意識到了 自己的經濟很差 OK 天空熊 還能再繼續嗎 那如果要繼續的話 家裡趕快補一棟城堡 然後轉出金罐跟銀罐 增加一下戰毛兵的射程跟傷害 還有槍兵的傷害力也要升上去 好 才有機會再繼續打下去了 雖然我覺得有點死撐就是了 畢竟人家是三聖物 還贏你兩個聖物 雖然半生亭人有這個聖物加成 但三聖物還是比兩聖物的加成還要多的 好 這邊老頭再繼續倒地 半生亭聖騎兵好強 天空熊這邊打出了拒絕 雖然家裡這邊也被鬧了一波 大洛馬也是串得進來 非常的煩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天空熊大贏 果然是這樣子 畢竟人家二級目到了 快要結束才點下 經濟非常差 而且阿茲特克人 黑暗時代就有這個加三 攜帶量支援的效果 所以經濟會突飛猛進是很正常 所以阿茲這邊只有這個中前期 能夠打贏對手 中後期呢 真的要靠工程器 但工程器又會被招走 或是被火炮給打掉 種種原因 讓天空熊這邊只能靠自己的僧侶 跟強弩 還有這個老鷹 去做抵抗對手 當然我覺得還有一部分 龍貫陣子沒有點下 也是蠻傷的 雖然我覺得點下 可能對於結局來說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中間這一塊金 兩塊金沒有空下來 基本上就是沒有救了 所以剛剛看到天空熊一直在中間 瘋狂攻擊這個地區 就是因為想要控金 但是這個金沒空下來 沒有辦法 所以只能打出了GG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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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 還有一陣子 你們看什麼 分享 我們去回忍 看到